習近平早已表態從沒放棄武統野心 華府智庫CSIS 9號公布最新兵推 若中共挑在2026年武力犯台 恐怕會空手而回 CSIS的台海兵推報告 名為下一場戰爭的第一仗 專家執行24次戰況推演 分析一旦台海開戰幾乎沒有贏家 雖然台灣不會淪陷 但每日台三方都要付出慘痛代價 美國經常都失到百分之百艦 兩種艦輪動員 還有兩千多艦機 根據《Guam》都被盡視了 CSIS兵推評估 共軍若2026年犯台 現代化海軍恐怕將全軍覆沒 155架戰機有去無回 累積約1萬名解放軍陣亡 情勢動搖中共政權 同時美軍三星旗內 也會折損三千兩百名兵力 相當於伊拉克和阿富汗 二十年戰爭一半的人數 華府的全球地位將受重創 日本也会被卷入战争 境内所有美军基地都将遭到共军攻击 至于台湾本身 届时经济将会严重受损 约三千五百人伤亡 电力系统遭到击垮 最让人担心的是两大霸权之战 会让核战风险升温 煤台若要备战该如何下手 CSIS冰队报告点名 台海开战 煤日台只有惨胜 而且乌克兰军援模式 无法在台复制 因此台湾更必须化身带刺豪猪 舍大型昂贵武器 更灵活战备 才能先一步挡下中国侵略 近新闻 文洛颖周成为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文洛颜 大型 正硬的 表现 几个 颜色